哈嘍各位主持人以及大家笑如好 好 那其實真的非常開心今天來到這樣的場合下 然後我們剛好又是壓軸其實非常的緊張 然後也謝謝大家的構成到現在 那首先我們必須要感謝三根材六五以及焦點 後面我們國創會這樣的平台來做分享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先來自我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國創會的專案特助 然後主要負責的是協會所有大大小的專案以及聯繫的創口 那其實很多人都問我說 我怎麼知道這樣的組織以及知道國創會這個平台 那我相信大家現在有在用Fastbook的這樣的平台 然後我當時去年在找工作的時候也是藉由Fastbook 大家一定會好奇說你同學在做什麼樣的工作 於是呢我就是當時非常好奇同學正在做什麼工作 我就看到他的上面Fastbook的填寫是國際創意創意法協會 然後我就更好奇再點進去 然後他剛好就也在應徵了一位正職人員 所以我就這樣開始在去年8月29號結束了國創會 那其實上班的第一天呢就是正剛好是那個舉行我們全球的創新事業智慧獎的活動的第一天 所以非常的有趣 等一下就分享給大家 那在開始之前我想要跟分享給大家說 我們協會其實有非常多的專案 那一開始我會介紹國創會的一個品牌的由來 還有幾個重要的國內外專案 像是全球創意世界智慧獎以及全國中置私自平均營 還有部門師任政辦 那最後還有全球創業中 我們去年11月份的時候有邀請到阿公來擔任我們主持人 那最後一個是我們晉級在發展推廣中南部的地區的Giantic創業貴人幫 那我們協會呢其實從創立之前一直到現在已經有18年之久 那我們一直不斷的秉持著一個堅持一種信念 就是做任何事情呢我們都將它做到最好 那其實這樣的不論是在創業的教育及競賽 或是一些預程的推動上面 我們不斷的在營運現在環境對創業的 營運現在創業環境的一個創新改革 所以我們也不停的在進步成長中 那其實就很像是一種綿移的效應一樣 像我今天來分享或是其他單位來分享給各位 那在座的各位呢 有可能之後也有機會向其他人做分享 那就很像是一個連移的效應一樣擴散開來 那首先我會將協會分成了三部曲 主要第一部曲要先從1997年開始介紹我們的Tick100 那一開始是有研華文教基金會的這個組織去創立 我們的蘇智華執行長創立了第一屆的Tick100 那Tick100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海報上是第一屆的時期 然後一直傳承下去 從一直半到第二屆第三屆 一直不停的舉行 一直到今年都有 而是這是14年今年的 那大家可以發現前面是一個那種藍色的色調 後面是一個橘色的色調 其實會有這樣的變革是因為 後期我們加入了那種人文、文創以及生意科技 前面的話是只有科技的 所以會感覺非常有科技感 那為什麼會逐年從第一屆一直到現在的第15屆 因為參與的團隊人數一直不斷增加 那其實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參與這個Tick100的創業競賽 它可以得到非常多的效益 好比說在團隊之間你可以認識到更多的團隊 然後在彼此之間互相的切磋 然後也可以互相學習到對方的一些很不錯的idea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會有夜視的指導 所以你可以在提早在就學的時期 參加這樣的競賽 然後你也可以跟企業的夜視做互動 然後你可以馬上了解說 現在企業他們到底真正需求了 真正要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背景不僅這些呢 我們還可以增加自己的人脈的拓展 然後更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在這競賽過程中 拓展自己的人的自我肯定的價值 好那其實說這麼多呢 Tick100的影響力可以大到就是 現在我們上面可以看到這些團隊 而且還有更多他創造出來 就是他們曾經參加過我們的 Tick100這樣子的競賽 然後像活動通就是大家應該都可以知道 像這次我們來參加這樣的分享會 也是透過活動通這樣的平台 還有焦點對 然後就是來到這裡 那其實也可以看出這個Tick100的影響力非常深遠 那我先快速的帶大家來看一下 大年開幕式的一個簡意 然後可以看出非常龐大的一個氣勢 然後在圖中我們還會安排非常精彩的一些團體來表演 還有一些就是論壇的高公會的演講 那可以看到這其實我們邀請到大概有三四百位的夜市 然後他們其實都是像志工的薪職來服務這些團隊 給他們做指導 他們團隊呢必須要在短時間內發表他們自己的產品概念 那夜市也會在下面做評分 然後不停的給他們一些可以更改進創性的一個方式 那他們除了要報告之外呢 還必須要再就是布展像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那最後呢他們決選的那些團隊呢 他們就要在一個大情合中發表他們自己的一個產品這樣子 那就是當年的時候呢最高獎金有五十萬 這就是當年非常多的團隊以及夜市的參加 那接下來我來介紹到了我們的協問第二部曲 就從05年一直到06年的時候呢 APEP的TIC100 其實當年要取得這樣的主辦權不容易 但是我們舒志華執行長呢 他就非常厲害的取下了這樣子在台灣的主辦權 兩年的主辦權 那左下角就是我們的舒志華執行長 那可以看出這是也是到最後的優勝團 對他們就是做個合影 那我就進入到我們協會就是 其實APEP的那個時候我們就開始電梯基礎創立國創會這個時期 那06年的時候正式的成立國創會這樣的組織 然後國創會呢有幾個重要的一個中指 左半邊是那個協會的簡介 如果等一下有興趣也可以跟我說去 那其實創辦人也是由舒志華執行長 帶領了三四百個夜市 並且還有很多個會員 那他們有著共同的一些理想概念 然後我們創立了這樣的平台 那其實是一個跨國性以及跨領域性的國際化的平台 我們結合了產官學界等 還有不停的在創意及創新上面做改革 而且也讓提供我們很多 現在的年輕學子有很多的學習平台 那我們最重要的都是秉持著創業家的精神 那我很快來帶到就是大家 因為有看到一個倒三角形的logo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就是介紹一下T T這個字它其實是一個複合字 大家可以看是Terran Entrepreneur Terran就是我們人天生下來 本身就具有了一個特質 天賦的能力 然後經過我們後天的一些經驗累積下來 或是環境的影響 而創造出一個有智慧型的人 那entrepreneur 其實是一個創業家的英文字 那舒茲瓦吉他 他將Terran跟entrepreneur 結合 叫做Terran Entrepreneur 就是一個智慧型的創業家 他認為每個人都有這樣子 天生都有這樣子的能力 成為一個智慧型的創業家 那I的話我們特別是最小寫 其實就是表達我們的一個 虛心以及謙和的一個心 那以下的話我們就快速的帶過 那這樣這可以看得出是我們那個協會的簡介 我們經歷過非常多的一些 大家想考的專案 不管是國外的或是國內的都有 那我先帶給大家介紹的就是分了兩個部分 一個是國外的部分 然後另一個是國內的專案的部分 那國外的部分我剛剛有提到就是 那個全球創新事業智慧獎 他的英文名字是 Gohortic Terran Entrepreneur Award and Forum 那他中文翻譯成全球創新事業智慧獎 那我們為什麼會辦 GTA這樣的理念呢 其實我們是為了想要培育出更多優秀的學子青年 然後在他們學生時期呢 就可以提早接觸國際化的元件 以及讓他們能夠提供 像是直接更進一步接觸業式的一個平台 然後也希望創造更多的優秀的年輕學子 鼓勵他們去創業 然後或者是幫助他們真的想創業的人 那可以看到就是06年我們第一屆開始舉辦的時候 就已經有來自包含台灣 有來自17個國家 那有57多位的代表輸會者 那其實可見就是Gohortic Terran Entrepreneurial Award 他的影響力非常的深遠 一直到全世界都有 那大家回顧一下那個07年的一個開幕式 那身穿紅色衣服的人就是我們珍來的一些志工 他們都非常優秀 那時候我也會介紹到 然後就是08年的時候 也一樣會邀請很多外國的團隊來做表演 他們也都可能是比賽的那些團隊 然後這是09年 然後當時得獎團隊的一個樣子 那就是10年 那12年的時候我們發展出了一個CIS 是一個火焰的方式 那火焰代表充滿了對創業的熱忱 那之後呢我們就開始一直延續這樣的火焰的發展 然後這是我們的一個品牌型碩的樣子 那其實在辦這些大型的國內外活動呢 我們不外乎就是有很多個單位來做寫助或載助 那可能大到是中華電信或是公演院都有跟我們合作 然後他們其實也都是我們的會員 然後也很就是鼓勵大家如果對協會有興趣 或是有保持一樣的熱忱的話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那會員其實並不代表說只要團品才能加入 就是個人的話也可以歡迎大家才加入 那就是12年的盛況 就是中間這張是我們舉辦在台北科技大學 然後中下的部分是就是團隊他們可能會有安排一些特別的演出 那就是13年我有參與的去年開始 那中間他們就是夜市會 剛剛我提到就是他們會跟團隊進一步的coaching指導這樣子 然後還會有一些商機每合的機會 所以說新創事業家或者是一些學生團隊有可能在這個平台上面 可以透過我們的協會 然後找尋到新的商機或是有天使投資人願意去投資 這都是有非常大的一個發展力 那剛剛我剛好說到有黃色衣服的其實就是我們的志工GP志工團 那其實他們非常的優秀 他們可能都具有充滿樂成的活力 以及具備了很多很棒的外語能力等等的 那最重要他們有富有國籍的志工經驗 他們可以現場跟國外的業師或是講師做的指導或是翻譯 那今年的話我還宣傳一下 14年我們在8月18號開始也會有舉辦全球的創新事業智慧獎 那如果有興趣的志工也可以來就是跟我們互相學習一下 那接下來我就介紹我們的國內的專案的話 有中資思培訓以及諮詢顧問師班 那其實這個的話是由教育部指導然後我們國創委主辦 或者是跟其他大專院校的學校做合辦的 那其實我們就像我剛剛說到聯誼的那種方式 就是破下了一個中字然後再發散開來 其實是我們最希望能夠發展的一個效應 那就是很早之前第一屆開始 我們培訓了很多個老師 然後再藉由這些老師呢 再發散出去就是交導給學生或是想要創業的人 那這是07年的樣子 以及08年 所以可見這樣子的影響力其實已經影響到很多台灣的每個學校 那學校再藉由老師的部分傳下去 那我們不只針對是學校老師 我們有時候還會培訓那個學生的部分 像是之前高雄的第一科大的創業行光班 他們也是藉由我們的培訓平台 那這是我這禮拜剛二三四區高雄出產的南區 全國中的十字陪綠營 那我在左下角 那最後呢 我來帶來一個台灣創業週 他是去年在此月份 每年的十一月的第三週 都會跟全球同獨版一這樣的活動 那當時我們去年剛好邀請來那個阿楓來當了我們的主持人 然後去年的題目定成小阿板成大業 其實非常有趣 就是大家看一下那一看目 中間那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是我爸爸 他其實是一個創業家 然後也是白手其家人 確定我們主題滿特別是邀請各自來自各個的志工的爸爸 然後他們是白手其家的創業家 然後去分享他們其實創業的路程 那在過程中我們還有安排workshop的分數討論 可以讓創業家跟台下的觀眾做互動 那這是當年去年的時候 就一個合影 然後右下這邊是中間那個是我 然後自工團呢就是圍成一圈 我們都會有一個儀式就是成功的儀式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宣傳一下就是我剛剛說的我們最近要發展 Johnny Tick創業貴人幫 我們願景其實是要經過一個台灣有愛的那種創業系譜 然後結合創業公益以及社會企業形象 那你去在各地的創業動能 然後成就台灣的幸福 然後我們主要有三個核心 就是傳承了舒志華的精神與理念 然後將把愛傳出去讓生命能夠感動大家 以及成為彼此生命中的貴人 那其實就是說我們其實有很多年輕的創業家 他們可能缺少了這樣的平台去跟大家互動 所以我們也想要創造這樣的平台能夠往中南部去發展 然後就是可能可以達到讓大家完成他們自己想創業的夢想 那我們的服務群眾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幫助需要被幫助的人 然後另一個是一個大專院校或是高中職的學生 他們想創業 那我們也會提供這樣的平台去 讓他們有這樣的機會去接觸創業的教育 那最後我想分享給大家 也是我們舒志華基金黨他寫的一個文字 就是說如果我們都能夠打開心胸 然後勇敢去面對所有現況的改變或是一些挫折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在從頭過程中 得到一些不一樣的啟發以及成長 那就是最後就是說 心有多寬廣的世界就會有多大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